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江荷花 它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花大色艳 很像这个荷花 而它是这个江科的 所以它才叫江荷花 它的花期是很长的 它是球根花卉 但是它的这个种球不易退化 可以多年栽种 另外它还非常的好养 种下去之后 只需给它浇浇水 就可以开出漂亮的花来 不容易得病长虫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江荷花对花盆材质 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花盆都可以种 然后它的一个球会 没出很多芽来 所以要选择稍微大一点的盆来种 我就选择这个口径25 高20厘米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江荷花 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透气排水性好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球根土来种 盆底我已经加了一层这个桃蜜 作为沥水盆 在盆底加点土 再加一点底肥 我用的是这个醋花长啸肥 这么大的盆我用半包 继继续加土 想买这个土和肥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 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姜荷花取出来 把这些球球埋底下就可以了 再给它浇透水 再给它浇透水 搬的总球种植时间要稍微晚一点 最好是四五月份 这个时候温度可能大概有二十多度了 这个时候大概一个月左右会出芽 如果你种的早 这个温度比较低的话 可能要两三个月才会出芽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搬去阳光充足的地方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 左右的太阳 这样子就能够出芽 很多不外来 画啦 这样子都先放在这些地方 小型大型的颜色 你把东西吃有代本 里面后这垃圾 我终于不重复 McGovern 你你们不得 四个小型的 小型不得